军民融合发展是世界大势,也是强国强军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代以来,习主席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深邃的战略软件,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精心破坏军民融合发展宏伟蓝图。 一个权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已出具雏形。 上会开幕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六位代表委员,让我们通过他们的讲述,感受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坑枪脚步。 编者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杨宏燕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郝树华,美军跨性别禁令被最高司法机关放行,当地时间22日。 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裁决,判定特朗普政府签署的跨性别者参军禁令有效,引发激烈社会争议。 在批评人士看来,这不仅是在美国的平权事业上,大开倒车,更标志着保守派把控的最高法院,开始展露威能在特朗普的精心安排之下,捍卫国家正义与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或以失守。 但也有支持者认为,国家安全非同小可。 最新判决没毛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3日报道称,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跨性别人士服役问题总统被忘录,拟全面禁止这一特定人群参军。 当时政府方面认为,跨性别人士因个人身体原因,会为军方造成巨大医疗开销,同时也会影响到军队战斗力。 不过,这道政令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舆论争议。 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后,对其进行过重新评估与修缮,大幅缩小了受众范围。 但改良版,仍然受到严峻的法律挑战。 在最高法院的裁决得出前,美国共有四家地方级法院签发禁制令,权力阻止跨性别界令的实施。 换句话说,这道政策成形两年以来,从未对美国军方发挥过任何作用。 然而,最高法院22日的裁决打破了这一僵局,五名保守派大法官一致同意将地方法院先前发布的两项禁制令予以移除。 在舆论看来,最高法院的态度,明显是在为跨性别界令的正式实施铺设道路。 最高法院的裁决,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好评。 国防部和司法部分别表示欣慰,国防部在声明中,否认跨性别界令的说法。 着重强调这是军方的人事政策,声明称,我们一向尊重跨性别群体。 国防部提出的人事政策,并非针对跨性别人事的禁令。 有效贯彻人事政策,对我不至关重要。 因为这项工作决定着军队的战斗力。 声明强调,这一人事政策的制定,是基于军方的专业判断。 司法部也在相关声明中予以附和。 在国防部改良跨性别人事服役政策后,只有两类人容易被军队拒之门外,一类是需要或已经进行过变性手术者。 另一类是患有性别焦虑症,且无法按要求执行军事任务的人事。 即便如此,最新判决仍然引发了截然不同的社会解读。 美国退伍老兵,知名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人权异人士夏洛特·克兰默,在推特上炮轰这道政令懦弱且令人厌恶,称白宫的最终目的,无非是重杀跨性别人群。 CNN,在一篇措辞激烈的时评中批评称,特朗普政府发布的这道禁令,根本逻辑不通,且带有明显的报复性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佩雷斯批评道,偏见不等于爱国,歧视也绝非保卫国家的良方。 这道禁令,不过是对所有军人的侮辱。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强硬表态,这项偏执的政策每行进一步,我们都会与之斗争。 批评人士指出,军方不愿意接纳跨性别人士的一个主要原因,无非是变性手术,及荷尔蒙注射等,会产生花销。 但事实上,这比开销所占的预算比例非常微小。 CNN讽刺称,军方不惜花费于前者五倍的代价,购入壮阳药,十倍的代价,去治疗官兵的勃起障碍。 还有媒体认为,这倒才觉得象征异议,远大过政令本身,特朗普的不少反对者,一向将国家司法体系视为美国的最后防线,如今却沮丧地看到保守派占据多数的最高法院,帮着特朗普一同大开历史的倒车。 这种趋势,无论是对LGBT人群,还是对民权和女权事业,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知识的一方则认为某些媒体是在小题大作,英国广播公司BBC,仍以网络意见领袖的评论。 称军方的政策,无非是要求跨性别人士,遵从统一的着装令,通过必要低体能测试而已。 况且,现役跨性别官兵,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华盛顿观察家报22日刊文力挺最新判决,称这道政令,比人们想象中的合理得多。 该报强调,军队的药只是保家卫国,而不是社会援助。 所以没有义务去帮助那些指望政府买单的人士,追求性别理想。 有推特网友也讽刺道,指望去军队做手术,养身体。 这到底是你们为国效力?还是国家为你们效力? At Sevilla Debt Post,7,531,新华社科伦坡4月26日电,记者朱瑞卿唐录,斯里兰卡军方26日晚,在斯东部城市卡尔木难与恐怖分子发生枪战。 目前,军方尚未公布枪战是否造成人员伤亡? 据斯里兰卡军方消息,军方一支特别行动队,但晚在试图靠近一处涉嫌制造自杀式炸弹背心和其他爆炸物的场所时, 5、6名恐怖分子向特别行动队开枪,随后双方发生交火。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些恐怖分子,与斯里兰卡21日发生的连环爆炸案有关。 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军方特别行动队,在斯里兰卡东部安派拉地区一处房屋内发现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旗帜和书籍等。 斯里兰卡总统希里塞纳,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1日连环爆炸袭击发生后,政府已加强安全措施,并抓紧追捕恐怖嫌疑人,有能力在短期内将局势恢复正常。 他表示,当局发现了约140名与伊斯兰国有关的嫌疑人,已经逮捕超过70人,正在追捕其余嫌疑人。 斯里兰卡21日发生8起爆炸,地点涉及全国范围内的多座教堂和高档酒店等,造成25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 新华社哈尔滨1月18日电,张秘密、王志佳、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日前在严寒、低能见度的复杂趋向条件下,进行教官和学员间的空战对抗。 这是新年开训以来,他们连续组织多种条件下高强度大载荷的对抗训练之一。 空战对抗训练于去年正式进入空军飞行院校教学。 记者从学院刚结束的基层建设现场会上了解到,随着现役轰炸机、战斗机和新型教练机,相继列装院校,他们将被战打仗,作为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重点。 推进教育训练向实战化迈出实质步伐。 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飞行学员刘亚龙和大队长宋东方,各自驾驶站几乎笑声空。 平时是师徒的他们,这次将作为对手进行一对一空战对抗中的防御态势练习。 担负防御任务的刘亚龙,将在空中抵挡宋东方的犀利攻击。 此时,线练空域云雾弥漫,能见度接近可飞最低条件。 刘亚龙成功摆脱宋东方的首次攻击后,在第二个回合被对手击落,今天防御失败。 一是空中能见度比较差,二是我心态比较着急,拉杆过猛。